哈囉大家好,我是陳維廷 歡迎來到海風奇人為奇救星 奇迷朋友的奇救,我來拯救你 那這是一盤野狐四段的奇迷投稿的 那實戰雙方都挫小木開局 然後黑的地角,白的地角 然後黑的掛完角拆了 白的高掛,黑的拖 那實戰,白騎這裡選擇頂過來的下法 那通常這個局部 現在比較常見的就搬了,黏起來 走這個木骨定時 然後黑的跳 白的拆呢 黑的,再逼住 那這個地方 逼住的話,高的跟低的都可以 那實戰,白騎選擇比較少見的下法 從那邊頂過來 然後搬 那實戰黑騎力呢 也是講求實控 就是控比較多 如果說選擇搬的話就是小雪崩定時 但那個就是比較複雜的變化 然後白的長 黑的拐 白的長完之後呢,爬了跳 那這裡有兩種下法 一種就是飛 然後呢,白的可能就拖鮮了 一種就是實戰,爬了跳 爬了跳也是一種下法 然後,白的飛 可以擋住 那現在這個局面呢 大概有兩種方向 一種呢,就是 直接從這邊飛過來 小飛、大飛都可以 還有一種就是拆邊 那拆邊的話,黑騎 估計也會從這邊貼起來 這種是屬於 雙方勢力的消長點 然後 白的 跟著搬 黑騎搬了繼續貼 雙方都要擴張自己的正式嘛 然後白騎再搬過來 那這樣的話 就會形成一個互為的局面 那實戰白騎 沒有選擇飛 但白騎 壓完以後繼續壓 效果也差不多 反正白騎的目的呢 就是擴張自己 跟傾銷黑騎 那這裡 黑騎 應該繼續搬 實戰黑的是拖鮮了 那拖鮮的話可能 稍差一點 這裡黑騎可以考慮 繼續搬起來 然後呢 白騎 衝了斷 黑騎叫吃 然後擋住 白騎拐完一下呢 這個地方 白騎並沒有說 要去做火或者怎麼樣 白騎呢 這時候再從外面 打了貼過去 白騎這個段呢 其實是為了之後 棄子做準備 然後黑的虎 白的斑 黑的再長 然後白騎呢 再回來拆邊 那這樣的話 就會形成白騎為模樣 黑騎取締 這個 雖然說白騎呢 這個模樣看起來很大 但黑騎這條邊 時空也很胖 所以說這個局面 應該也差不多 好 那這個地方 如果說 黑騎不虎 比如說黑騎 想要去破壞白騎的陣地 那這裡局部呢 白騎可以叫吃完 頂一個 這是局部白騎的好騎 拿黑的拐 白的夾一下呢 再回來跳 那這樣的話 就會白騎輕鬆破掉 右邊的時空 然後腳上 這兩顆其實也變得比較薄 未來白騎還有一點 打入的手段 所以說黑騎 基本上這個騎呢 還是得繼續走 那這個地方 白騎如果沒有選擇衝了斷的話 而是選擇直接搬 那這裡呢 就會被黑騎直接連搬起來 然後白騎長 配在街上 那這樣的話 那這樣的話 這一圖明顯就不如剛剛 白騎打貼過去的變化 好 那實戰 黑騎 選擇打入 然後白騎衝了搬 然後黑騎搬 好 那這裡白騎呢 應該直接連搬下來 實際上白騎選擇打 先打掉呢 反而不好 好 這裡白騎應該選擇直接連搬 那黑騎 基本上也得走一手 也得黏 如果說黑騎拖先的話 比如說黑騎 從那邊比住 那這裡局部白騎 有一個斷的好騎 黑騎只能打 白騎再斷 斷完之後呢 滾打一圈 再回來叫吃 然後黑騎黏 白騎再黏 黑騎再吃 這樣的話 被白騎先手呢 把黑騎實控的 腳上的實控 縮到最小 對 所以這樣的話 黑的不太好 所以說黑的基本上 也得接上 如果說黑騎 選擇吃掉的話 那白騎就跟著吃 這樣子白騎也可以接受 這一圖白的也還可以滿意 那實戰白騎 先打完再打 不好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時候黑騎呢 就可以選擇拖先了 就這個地方不走 對腳上呢 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而未來黑騎 說不定還可以從外面斷 這個時候黑騎是已經可以拖先了 只是實戰呢 黑騎還是選擇提掉 那提掉的時候 白騎也不應該接上 這個地方白騎已經便宜了 然後這兩下 基本上已經便宜了 這時候呢 應該從這邊逼住 或者說從上面逼住 應該去搶大場 然後布局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走得太緩 這樣的話很容易 實控又落後 所以說實戰白騎這個街呢 就是比較緩的一步騎 這個地方 首先這步騎本身價值很大 然後除了是雙方根據地之外 黑騎這顆旗子還要繼續往外跑 好 那白騎這個後勢就可以發揮作用 好 那實戰白騎接起來 被黑騎刺過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騎如果黑騎安定的話 白騎這個後勢呢 就顯得有點無聊 沒有發揮的地方 那如果說自己跑來唯控 那這個後勢拿來唯控 效率就會很低 好 所以說這個騎 白騎要嘛從這邊逼住 那我們呢就從這邊逼 至少要發揮一下這個後勢的作用 實戰 黑的逼過來 白騎貼兩下 好 那這個地方呢 白騎實戰長這個也不好 好 這步騎也是比較緩的一步騎 應該從上面逼過來 好 就剛才講的嘛 你至少你的後勢要發揮到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 黑騎基本上也得守一個 那白騎再繼續搶大場 那這樣的話 局面呢 也還上早 也沒有到 特別不好 雖然看起來白騎這個後勢 有點孤單 沒有發揮的地方 那實戰白的長為什麼不好 好 那這裡呢 我們就繼續看 實戰白騎 斑 黑的斑 白的連斑 黑騎就簡單的 叫吃完一長 然後白的吃掉 好走到這邊 白騎這個局部呢 花了一首騎 但我可以看到白騎本身沒有什麼收穫 這個地方沒有什麼木 而黑騎獲得了一個寶貴的選手 比如說像實戰的 黑騎碰過來 或者說 黑騎呢 從這邊逼過來啊 拆邊 這些都是可以考慮的 白騎這邊的收穫是很小 甚至不如 黑騎這個 來的收穫還要大 所以說白騎在這個布局階段呢 走的相對來說比較緩 比如說這個接 還有這個長 導致走成這樣的時候 白騎的時空很明顯是落後的 如果說這個單純來看木數的話 肯定是沒有幾木騎的 而黑騎這邊有一個角 這邊有一個邊 上面也有一個地角 然後呢 接下來黑騎從這邊逼過來的話 這邊看起來木也很多 所以走成這樣的時候 白騎呢 形勢已經是相當不利了 原因就是因為白騎在布局的階段呢 走的相對來說比較緩 沒有發揮到一開始這個後勢的用處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那這後勢是要拿來攻擊人的 好 那 今天的為奇就線的內容就到這邊 喜歡這個影片的 記得點贊 訂閱加分享 謝謝大家